土泡阿姨由歐洲 餅乾脆餅 非常好吃 它可以配那個soul cream 有收到現報跟我說 他覺得這家最好吃 有個口味是鮮花生 酪梨本身已經有問了橄欖油在裡面 某些單品有小份 適合我們這種一個人出來 熟成牛肉漢堡 真好吃 今天是來歐洲的第一天 早上7點就到布拉格 所以現在基本上很多店家還沒開 然後我就想說 從此時刻來記錄一下我 這一趟歐洲行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吧 這支影片應該就是會比較隨興的 記錄我在歐洲這一次的慢火之旅 因為我其實沒有排太多忙碌的行程要去 然後現在布拉格也就是會下三天的雨 所以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辦呢 我來到歐洲的第一個消費 是一把傘 禮拜日早上9點的布拉格 目前人員非常的稀少 我現在正位在布拉格的舊城區 然後舊城區這邊就是有非常多他們的古蹟 現在在陸沖的地方就是他們那個什麼 國家博物館 然後還有什麼天文中 全部都在這邊 那我剛剛算逛了一下 這邊其實有一條非常熱鬧的街 裡面買了各大品牌 比如說H&M Zara Lacos等等的 我覺得這一區就是那個博物館前面這一區 對我來講比較像是布拉格的名洞 就是它這邊有非常多可以逛的店 好 非常的難看 我現在要去看看 你看我想要吃的東西在哪裡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來的新客激光台 要來為大家介紹一個 好麵 這個好麵是什麼 就是近景來過我們到的 Rei Chen正起桌墊 市售唯一一個 針對小朋友 女生男生做設計的桌墊 上面沒有 很多人來跟我說 那真的做好多 想要送給爸爸媽媽朋友 所以我就去問說 可以讓我們陪審團一個大優惠 他們說 好 自從上次看了陪審團的介紹 用了Rei Chen正起桌墊後 在辦公室久坐也不會腰痠背痛 坐的時候不知不覺都停起來了 我覺得改善非常多 也很想推薦給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親朋好友一起使用 當親脫背好對身體真的是非常不好 趁這次大優惠的時候購入 聖誕節或者是過年的時候 都可以送給親朋好友 讓大家一起停 Rei Chen正起桌墊最棒的呢 就是有分成 男生 女生 還有小孩 正確知識 從小做起 小朋友也一起來使用 Rei Chen正起桌墊吧 男生 女生 體型 骨盆角度不同 也就需要有不同的設計 女性尺寸加高了取度 強化了包覆度 也讓支撐力更能貼合 男生尺寸設計的更寬扁 讓坐姿能更舒適 人體工學已經很流行 但是就很鬼 動不動了要上萬塊 你也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 去上課 上班 你也不可能自己這樣 拖著人體工學一起去嘛 這個時候 購買Rei Chen正起桌墊 就非常的適合 清明的價位 加上輕盈的重量 然後你去哪裡 都可以直接帶著它 重點是後面這個獨家支撐設計 就算不放在椅子上 直接來給它放平面 照樣都能用 我朋友來家裡 沒有地點怎麼辦 Rei Chen正起桌墊 拿出來 不管你是上課上班 都要一直久坐 久坐的姿勢啊 好 脊椎在心口 好持良好的坐姿 才能減少脊椎的負擔 有興趣的話就趕快到下方資訊欄去給它看一看 因為現在有丘比特獨享的補二者優惠 大家要守補著補二者 收納也很方便 你如果家裡滿很多個 這樣別起來有沒有 不佔空間 現在來到了布拉格的廣場 布拉格的廣場 古人的所謂 但是呢 這邊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布拉格的廣場並沒有噴水池 就是只有一些雕像以及教堂 還有天文中 阿阿菲瑟 阿阿菲瑟 Yes So so sorry 我覺得我對古城有些誤解 因為我一直以為這邊可能沒有一些精品 跟可以逛機的地方 但其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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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後面呢就是Omega 然後那個角落呢就是卡蒂爾 So fancy 現在我就是要靠著我的11號公車 走去吃我想吃的東西 歐洲人 疑似非常喜歡用Google 這邊的店呢 少說都是什麼七八百 up up up的那種品 然後都很高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也是跳到頭有點痛 但是我就覺得 Oh follow my heart 祝我順利 布拉格的廣場 只有普通的格子 沒有白格 其實我在早餐的這部分找得非常多家 但因為有幾家都是大紅店 但你知道自己一個人呢 來歐洲去大紅店就會有一種就是 想進去又不敢進去 就是很去負的感覺 因為我怕我一進去之後 如果他的菜單沒有英文 或是我沒有辦法在五秒內 就決定我要幹嘛的話 我覺得後面就會有一批人覺得 哈囉同學也在幹嘛 走遠一點之後就來到了另一家 我有存在的店 他就是專門賣佛卡下的店 我剛剛就跟店員說 有什麼比較推薦跟他最喜歡的 他說他們家的東西都非常不讚 然後就問我喜歡什麼 就讓我聽到了Sauce 這個東西我就說我要點 然後點了之後我就發現 他裡面有松露醬 天使地人和幫我點到了這個東西 然後我現在非常期待 因為他的麵包是會烤的熱熱的 我覺得非常的萌 現在就是之後呢 他就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享受 因為我之前在台灣吃過的 寶卡下 他可能都會裡面再鬆軟一點 那這一間呢 他已經是烤到整個餅乾脆餅的那一種 所以咬下去之後 你的嘴巴裡面會一直烤烤烤烤烤烤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重疾就是非常的鹹 他的那個豬啊 的鹹度跟他的那個松露醬的鹹度 都是有不同的鹹度 所搭配出來的多層次鹹 再來就是他的那個腸啊 那個豬 他在生前應該是蠻野性的那一種 就是很放足在山上跑的那一種 就是他的野味還蠻濃郁的 我都非常的喜歡 店長他們的咖啡 他們說他們沒有冰咖啡 但是節能非常的好 他給我冰塊 然後他說如果不夠 就可以來跟他拿 而且他現場這邊有一個霓虹燈多甜 這次子版本沒有來 我剛剛有幫他拍了一下 我覺得這家真的是非常好吃 我已經把它吃光光 剩最後一口 這個樣子最香 因為我十年前是用歷史跟古蹟 在認識歐洲 那時候我就想說 啊 針對這些東西 真的是沒有什麼興趣 畢竟我那個直靠的是 歷史直靠的24分 十年後的我開始用嘴巴 認識各個國家之後 我發現布拉格真棒 第一餐就讓我吃到一個這麼好吃的東西 雖然說很重口味 所以已經可以想像到 明天會學種 但是怎麼樣 旅行快樂就好 好好吃 可以推薦給我一個餐廳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對 你喜歡嗎 真的很好 很好吃 更多啤酒 你坐著 然後來訓練 哦 超酷 謝謝 謝謝 其實我有來過布拉格 但是我對布拉格的印象真的是非常的少 但是真的有印象就是 這個 煙囪捲 布拉格的煙囪捲其實有非常多家 然後我是有收到線報跟我說 他覺得這家最好吃 我就來吃吃看 它的本身麵糰呢 具有一個很甜的甜度 外面呢其實應該是用 綜合的糖粉來裹 我剛好看到還有白糖啊 然後可能還有肉桂 也會有一些他們這裡自己的糖 我不大確定 但就是它吃起來是一個 甜度非常高的一個商品 裡面的那個濕潤的 啊好多 好多蜜蜂 好多好多 他們會攻擊我嗎 就是 之前在台灣吃的那一顆的裡面啊 比較沒有那麼鬆軟 其實它現在的這一顆裡面 裡面還是包有像麵包的那種口感 是不是太甜了 時下時不下 然後都是那種噴霧 就是我剛剛呢 買了一支我覺得很漂亮的錶 我覺得帶起來非常漂亮 我好像是熱愛買古東錶的人 其實我覺得布拉格用走的 就可以走去蠻多地方的 但是像現在下雨就是有點煩 不然我覺得我應該可以走去 去更多的地方 像我其實很想去一個那個越南村 但是那個越南村真的太遠了 我想說以後有鮑魚 有機會再去好了 在下午想說找個冰淇淋吃 因為布拉格蠻多 Gelato可以吃的 本來是看到我最愛的那個小天使 然後我就一直想 這個是我已經吃過 以前有來吃過小天使 要不要給其他機會 所以我就進來了另外一家 這一家它有一個口味是 鹹花生 草莓超好吃 光了幫他拍照 大家的旅人都會說 鹹花生非常的鹹 特別帶點鹹 我來試試看 喔 真的很鹹 我覺得這個鹹花生的鹹度齁 就像神主牌不小心把鹽巴的蓋子 給弄掉的時候才會發生的鹹度 真的很鹹 下面就是我最愛的開心果 草莓超好吃 會往吃草莓 雖然說歐洲上廁所真的非常的麻煩 但是因為我剛剛吃那個真的太膩口了 買了一罐大水來喝 現在我的後面就是十年前來的時候 因為河水暴漲大暴雨 而風橋的橋制大橋 那時候我們就很痛苦 小時候十年前想說 會花錢來歐洲的居然沒走這條橋 真難過 一輩子應該不會再有機會來吧 但現在因為我來了 所以我就可以來去走 我走上橋了 因為我剛剛呢 就是忘記拿我的雨傘 所以我就走回冰淇淋店 拿雨傘後 我現在走在橋上 下雨下到爆 不要失意啊 你看大家都拿著傘 但其實大家都還是蠻快樂的 現在走到橋的另一頭了 然後其實這裡有個塵寶區 回來呢 想說要不要來吃這家 豬西 豬腳 但它這個太大粉了 好像要吃不完 布拉閣現在有很多這種糖果店 非常像棉貨大街 上走呢 可以去城堡區 我們現在就是 來 跟著我一起往上走 好闖啊 沒有 我想下樓了 好闖啊 哥 我坐到了 爬上來了 好高啊 要死啊 上來之後你就可以游高 往下跳往布拉閣的美貌 就是這樣 現在我在的地方呢 是城堡區 然後城堡區呢 顧名思義就是有非常多的城堡 我不大確定是哪些城堡 可能要看一下那個 假猩猩老師的那個 介紹可能會比較清楚 然後就是很漂亮 很多 就很漂亮 你們看喔 很漂亮很漂亮 天氣不錯的時候 我相信就是一定是很漂亮 這個是南農牆 然後會非常多人都來這邊彩照 布拉閣也是很紅的一個景點 它就做 行動的房子 跟旁邊一些比較古老的建築 蠻有充足感的 雖然說今天下雨真的有點煩 但是我還是用走的 走了兩萬步 我現在要回飯店尿尿了 早上的布拉閣呢 真的會有一些無人的走廊 現在是布拉閣的早上八點 這一次會來布拉閣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獲得了一張免費的機票 男人可貴啊 沒有人送過免費的機票 然後呢 我這個大雨女十年前來布拉閣的時候呢 遇到了布拉閣最大最大的水災 現在居然來了之後 還遇到了雨天 啊 真的是與省同行 現在呢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講話這麼的順嗎 因為現在是早上的八點 布拉閣的廣場都沒有人 我可以像一個怪女一樣講話 非常的流利 非常的順暢 你可以幫我拍一些影片嗎 這一集就是 土泡阿姨遊歐洲 你需要幫忙拍一些照片嗎 可能一 我幫你 謝謝你 沒關係 剛剛他要拍了一張照 我覺得這就是旅行 一個人的旅行 就是要幫助一個人 天文中附近非常有名的一家店 然後我看非常多人都會來吃 然後他是走一個就是那種 健康早午餐的感覺 他叫做Bistro Mall 我就會看到他有一張圖是 下面應該是一個歐包 然後上面有鋪滿滿的 Avocado跟那個蘑菇 然後還有一些類似像木树啊的東西 我想說哇 早上吃這個 然後在歐洲根本就是 最漂亮的女生吧 所以我就想說 不如我今天就來完成這個行願 因為我昨天其實呢 經過的時候他這邊是大紅碟 所以假日中午的時候人會非常多 我今天就敢第一批他8點半開門 我現在8點半就坐在這裡 跟你們說歐洲的咖啡 疑似只有在星巴克那種地方 會賣有冰的咖啡 否則其他的地方 我目前遇到的店家都是販售這種 Espresso 謝謝你太多 Woo So beautiful 天啊 喔 更好美 現在就是拿到我說的那個 Avocado跟那個Mushroom的東西 然後他有問我說要不要加一個蛋 所以我在這邊是有加上一個蛋 然後就買一買的Avocado Oh my god 上網稍微查了一下 就是他們這個東西 疑似是那個 Baby菠菜 然後他們好像很喜歡 在這些早午餐裡面放 Baby菠菜 是有辦法這樣 真的有味噌紙喔 沒有味噌紙喔 第一口的時候吃到比較多 酪梨 然後它的酪梨本身已經有 問了橄欖油菜裡面 所以非常的香 然後很滑順 下面的那個歐包呢 肩挺 但中間還是鬆軟的狀態 就是不會讓我有種乾口的感覺 可能加上它上面那個配料 也是非常豐富的 整個咬到蘑菇啊 跟所有的料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讓你覺得重口味 因為昨天我吃了三四家餐廳 我覺得吃下來 第一口給我的感覺就是 會有一個咸的先生 就衝過來 然後從以後來 有少巴去的那種感覺 就比較恐怖 但這一個就是 完全非常適合早餐 可以理解說 它為什麼就是 生意非常的好 我現在來一些正常的吃法 然後我剛剛看到 它旁邊有給一些鹽 我覺得你如果覺得不夠鹹 應該是可以這樣 各位觀眾 答應我如何來吃 要記得加蛋 如果你是會吃蛋的 我喜歡鼻子 我比較少吃這樣的早餐 然後它的擺盤很漂亮 加上就是坐在外面 我就會就是看到人來人往的形容 那種真的在歐洲的感覺 但說實在 它並不是那種味道印象深刻到不行的 它算是就是很樸實的那種美好 我的後方有個許願池 不知道伊林是不是在這邊投的 我去看看有沒有人投下什麼東西 這個水天蜷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有沒有被投地 我不敢亂投 現在又沒在下雨了 但是我要去買一個紀念品 I want to buy that I help you I can, I can OK One, two 我剛剛吃完對面的那間餃子 然後因為姐姐說裡面不能拍攝 我就沒有拍我吃的第一個反應 後來吃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其實是俄羅斯餃 讓我興趣的是它有一個羊肉餃 評論都說那個羊肉餃很好吃 它是固定顆數 它沒有辦法像台灣可能選五顆五顆 就是一次就16顆 但它其實非常的小 然後那個餃子還有一個名字叫做 雲朵 雲朵 雲 雲 雲朵 雲朵麵包 還有一個讓我覺得很想來的是 它可以配那個soul cream 裡面還可以再加那個香菜跟炸洋蔥 吃完之後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它的羊是那種 燒羊 燒羊加酸奶 下雨下太大囉 就是 燒中之燒 又燒又酸 讓我覺得那個羊味更加的被提煉出來 老實說我覺得呢 要再給我一次機會 或者是我住在那邊會不會常來吃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因為它從頭到尾的味道還滿單一的 雖然說那個酸奶解膩 可是吃到後來就是16顆餃子 都是一樣的味道 還是有一點點小膩 不過我還是滿讚賞它的那個 加酸奶的這個想法 如果你們是喜歡吃餃子 又覺得很愛soul cream的人 或許你們在家裡也可以試試看這個做法 因為我自己覺得搭出來之後 滿讓人著迷的 今天前來歐洲第一次不小心霧買氣泡水的時候 我真的快嚇死 就是沒有喝過 有香氣卻沒甜味的汽水 結果後來十年後 現在現在醒到死 我現在愛情要給哀悼 我剛剛回去飯店推了一下 因為時差的關係 我還滿早起床的 我現在就會出來 覓食跟逛逛 老實說我覺得庫拉格 有滿多服飾店可以逛 然後他們的那個古著也很流行 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Running Day 所以就是會有一種就是 沒有特別想要換衣服跟逛的感覺 我已經努力的認識 大概一天半的那個 捷克菜跟異國菜 有點思念亞洲的味道 所以我現在來到那個韓國餐廳 布拉格有滿多家韓國餐廳 有兩家是比較新潮的 我現在來到的是M開頭的那一家 因為另一家沒有開 兩家在網路上有評價都很高 想就來吃吃看 給一些如果假設你未來來布拉格旅遊 然後覺得捷克菜你已經吃到 不要瘋掉的人 因為我昨天吃到捷克餃子真的是 我來了就發現它的糖醋肉 它某些單品有小份 非常貼心 它的那個泡菜煎餅是有三個的 適合我們這種一個人出來 或是其實就是每次糖醋肉 或小料點的都吃不完的 那個雜菜上面一樣有超多 那種Baby鍋 第一塊糖醋肉的那個肉質 很普通 粉也沒有很好吃 但是第二塊又有我熟悉的那個 外面裹粉有那種Q感感 真神的 他們的冬粉是走龍口風 就是那種綠豆冬粉 就跟韓式你一吃到 可能會比較脆一點 或是比較有辨識度的 那種感覺不一樣 它現在就是一個貪王的冬粉 這盤的味道就是你 我的媽媽看完韓劇之後 然後會想往找一些 韓式冬粉的食物 接著就想說冬粉 這世界上的冬粉 應該都是同一個人 所以不如就用家裡 櫃子裡的那個冬粉 來做做看吧 就會做出這盤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 不錯吃 但不是 不是我們常常在 韓式產品裡面吃到的 那個韓國味 亞洲菜 噢噢噢噢噢噢 喝了太多氣泡水 就會變成一隻癞蛤蟆 那請問有臭臉蛤蟆嗎 現在呢 不小心亞洲菜吃太飽 我決定來去逛逛街 身為麥當勞 陛下代理人 我決定來吃吃看 扑拉格的薯條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吃 日本的薯條 我真的覺得不大型 因為就是軟軟 然後又很沒用 但是又不是good的沒用 因為有時候軟薯 還是有軟薯的魅力 但是軟薯的魅力是 難能可貴難得一見的魅力 但日本就是 真的沒用的窩囊鼠 我現在拿到的應該是 蠻剛現炸起來的 然後它的風情呢 有點像傳統鹹酥雞店的那種味道 其實還不錯吃 這好像是我第二次 在國外吃 買到好 我小時候是 不大會做這個西尾 我小時候拿到了一個 辣辣醬欸 比較像那個 塔巴斯科的那個感覺 嗯 是塔巴斯科還是赤辣茶 還是 真好吃 如果你來布拉格很多天 然後你不習慣的話 你就可以點一下 這個辣椒醬 真的還沒辦法吃呢 我現在來到一家就是網屏很高分的店 然後它是賣這種熟成牛肉漢堡 其實老實說呢 我跟熟成牛肉也不懂 然後它就有分一版牛跟熟成牛 然後我就想說 嗯 還是給熟成牛一個機會 生意非常的好 可以選內用或外帶 然後內用就會被這樣切開來 你就可以比較看到 亞洲為阿姨來吃吃看 這個300多塊的漢堡 其實蠻小巧的 如果我跟朋友來就可以一起學 然後這個其實是在我昨天吃 那個佛卡夏的外面 比我想像中的好 我在網路上看大家寫的評價是說 它的麵包是冷的 那我現在吃有 因為它被那個肉的餘溫給燙到的關係 所以它有借了一點那個溫度過來 不至於到太冷 這顆要現吃可能比較好吃 因為帶走的話 肉可能會越來越熟 酸黃瓜我覺得非常的恰到好吃 因為有的時候 我吃一些比較這種漢堡裡面 有酸黃瓜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酸黃瓜的味道 都會太濕 然後又會太酸 味道會太強 所以留在嘴巴裡面 最後有可能你後味 會只剩下酸黃瓜的味道 但它這一款就是 你知道後面 因為它的肉也真的很扎實 所以它留在你口中的 還是那個牛肉味 牛肉就是用煎盤煎出來的香氣而已 它不會有太過焦香 或者是太過 加了一些奶油下去 吹它的感覺 我覺得跟那種喜歡吃很油很香 起司會這樣留下來的人 人心中喜好的漢堡 我有點不確定是不是 但是我蠻喜歡它 它的肉味很強烈 然後我剛剛最後一口品嘗了一下 它在我嘴巴裡的那個肉味 我覺得非常的爽 就是那個牛們這樣在你的嘴巴裡衝撞 然後有熟又有半身熟的 那種感覺很特別 口感有點像花櫃 再來了一家很可愛的這一家 YOU果杯臉 再來是這樣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那邊有賣牙心跟牙針跟豬耳 很好奇就是豬耳朵這個產品 在布拉格會怎麼被料 肥豬耳欸你們看 它一定都沒在聽八卦 耳朵都沒在用 因為像我呢 耳朵都要一直聽八卦 所以就會比較偏薄一點 因為有在使用它 喔乾這個要配啤酒 難怪這邊的人來都喝啤酒 因為這家的酒好像也是被鎖好喝 哇 它這個到底是不是有 給我夾雜一點豬頭皮在裡面 它說麵包要讓我配溫體吃的 我來吃吃看 幫旁邊還有一些起司 好像是芥末欸 鴨心跟鴨味下面有一整塊的麵包 麵包現在已經吸爆那湯汁 這個裡面應該是有點類似塔香的東西 非常的香 要來吃 你可以吃到一點點熟悉味道的異國美食 因為它裡面其實塔香跟那個番茄 融合的蠻像一些台式料理或熱炒裡面 會出現的東西 第三天我現在喉嚨有點小小的不舒服 加上昨天吃太多所以臉部狀況不好 我就決定今天就來拍拍我在吃的食物吧 我在來之前就有發現 有人在說就是 布拉格肯德基的這個雞柳條很好吃 我想說一定要來吃吃看 為什麼我現在這邊有兩盤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看 它有一個三的選項 然後我想說我一定要點最少的那一個 結果我點了之後呢 我發現說 Oh no 它是這種那個小棒的腿 但其實還好來這邊點餐 我覺得大家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那個menu是英文的 吃起來呢 是微微有點絲滑感 它的那個雞肉質地是會 滑開在你的嘴巴裡的那一種 這個呢就是如果在台灣賣的話 它就會成為雞柳條專賣店的那一種 因為有時候台灣的雞柳條 我覺得會處理的偏乾跟偏脂 雖然我現在很醜 但是各位朋友布拉格的肯德基 可以來吃 這一款一樣是非常之飽水 然後它是不會辣的 它吃起來會有點像那個 胖老爹的那種感覺 胖系列的它們的那個果粉 就會弄得太甜 或者是岩漿就太甜 但是它就是一個 Pew雞 我的媽超好吃 在布拉格的最後一天 發燒人真的先生 所以基本上就是隨手拍拍 但只能說我就是亞洲嘴 這次布拉格依然沒有成為我的摯愛 但布拉格的步調非常的慢 很放鬆 如果你是喜歡看古蹟的人 現在華航有台北直飛 很方便可以去 好啦 歐洲還會有一級柏林 我們下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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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回見